想知道当红的话题用英文怎么说吗? 跟着News ABC听时事学英文 Come on, everyone! 董事长乐团与第二代马兰银唱队创作一次拿下第64届格兰煤的最佳专辑设计包装奖 我记得他们上台领奖时对着台下的音乐人高喊 我们来自台湾,台湾是一个美丽且爱好和平的国家 非常欢迎你们来,听到这句话真的好感动 谢谢他们让更多的人认识台湾 设计师李正汉解释设计理念 来自台湾的东岸,用山脉构成歌手和族人歌唱的样子 向大海散播他们的文化和音乐,呈现山脉、人和海 呈现台湾这个海洋民族有着勇气、多元文化 有着要把他们的声音散播到全世界的能量 设计师李正汉也说 如果这个专辑能够因为包装设计而站上国际舞台 让更多人知道台湾这个国家创作能量非常庞大 这是我觉得设计在音乐里面能够创造非常重要的价值 就让我们透过今天这则新闻来学习一些英文单字吧 第一个单字 设计师 designer 设计师 designer to become the top one fashion designer is not easy 要成为顶尖的时尚设计师并不容易 to become the top one fashion designer is not easy 要成为顶尖的设计师并不容易 第二个单字 专辑 album 专辑album The pop star is recording a new album 流行歌手正在录一张新专辑 The pop star is recording a new album 流行歌手正在录一张新专辑 第三个单字 非主流音乐 independent music 非主流音乐 independent music Jack like to listen independent music Jack喜欢听非主流的音乐 Jack like to listen independent music Jack喜欢听非主流的音乐 就让我们复习一下今天的英文单字吧 设计师 designer 专辑 album 非主流音乐 independent music 这样大家都学会今天的英文单字了吗? 让我们下次再一起听新闻学英文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本单元由高雄广播电台与文藻万语大学传播艺术系 文藻网络电台合作直播 谢谢收听 我们下次见